浩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恐怖电影《凶相》 电影还没开始就上演了重口味的一幕 一个女子被杀害后被人取出了内脏 紧接着女子的身体就被什么化学剧给融掉了 随着电影名称的出现 电影正式开始 男主是一个头骨修容师 这天男主的上级正准备将头骨交给男主的时候 男主递上了辞职信 为的是陪伴在医院重病的女儿 画面转到医院 这时的女儿病情似乎加重了 当男主问尹医生关于给女儿捐赠心脏人的信息时 尹医生却笑了笑说 捐赠者不想太过张扬 男主内心有些不安 毕竟是和自己女儿性命有关的事情 画面一转 女主正在和同事聚餐 而咖啡馆的老板还为几人拍了照片留念 画面再转回到男主这边 为了让女儿放松心情 男主将女儿送去了奶奶家 回家的时候 却在广播里听到了刺耳的声音 然后差点被背后冲来的车给追尾 而这时的女儿也在衣柜里看到了一个女鬼 随后男主回家准备洗脸清醒清醒 但是背后却无数次的出现女鬼的影子 但是当男主转身后却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女主声称自己是研究所派来 协助男主修复头骨的 但是却遭到了男主的拒绝 最后女主居然将男主支开后 自己放下头骨就离开了 而男主也只能无奈的看着桌子上的盒子 第二天女主再一次的出现在男主的家门口 本想让女主带着头骨离开 谁知盒子却不知道被谁给打开了 男主惊恐的看着窗外 还是坚持让女主把头骨带回去 而这时在警察局的小铁也正在调查死人的资料 发现几具尸体在死前都做过心脏扫描 而且这些死去的人都患有同样的一种过敏症状 这一点倒是让人感到很奇怪 镜头再次转到男主的家里 就在男主准备休息的时候 身后的盒子突然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 男主上前查看时发现了躲在里面的女鬼 正准备逃跑的时候发现了客厅地板上的血迹 紧接着从地面上也钻出了一只鬼 男主很害怕于是就跑去看医生 谁知医生却说那些都是幻觉 基本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随后男主在回家的时候 突然想到这些鬼魂可能是在祈求男主为他们申冤 于是男主决定重操就业 陪着自己的还有女主 两人在一起工作久了似乎也就有了感情 就在两人打情骂俏的时候 男主接到了女儿病重的电话 急忙丢下女主赶到了医院 到医院后男主坚持问隐医生 到底是谁牵线心脏给女儿 但是却遭到了隐医生的拒绝 男主无奈只好带着女儿转院治疗 为了找到那个给女儿捐献心脏的人 男主可是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还让警察调查了这件事情 随后才得知捐献心脏的人是小兰的女儿 因为一次意外捐献者被火车撞到死亡 让小兰感到很是崩溃 而且在那一次意外中 捐献者的身体早已被火车碾压至死 根本不可能为女儿捐献心脏 就在男主得知这份很假的资料后 急忙跑去找隐医生理论 谁知半路却遇到了小铁 于是两人通过死者共有的病情来调查事情的真相 而男主也并没有闲着 急忙将手上的头骨修好寄了出去 要求小铁进行核对 但得到的结果却并不是捐献者的头骨 男主有些心灰意冷 随后女主见男主心情不好 于是带着男主去了海边吹风散心 当天晚上男主送女主回家后 就莫名的被大卡车带到了自己梦中的工地上 然而这次挖到的并不是自己女儿的尸体 而是一副死去已久的头骨 男主急忙将她拿回家做修容 女主看到这副头骨居然有些紧张与不安 还说这个头骨已经埋了很久了 之前因为女主经验不足 男主拒绝让女主来修容 这次居然这么容易就看了出来 难道女主是在刻意隐瞒自己的实力吗 与此同时 女主下班后却约见咖啡馆老板喝酒时 居然被老板给杀死了 而小铁也调查到了咖啡馆老板的头上 于是带着同事在老板的房子里 发现了女主等人的照片 接着就转头驶向老板的咖啡馆 这时的男主也将头骨修复了 但是当男主利用电脑将头骨面部复原后才发现 这竟然是女主的面貌 男主有些被吓到了 紧接着打电话给研究所得知 他们并没有请任何研究人员来协助男主 随后又去了女主的花店问候得知 女主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失踪了 男主相处了这么久的女主居然是个女鬼 男主表示小心脏受不了 离开时偶然路过了咖啡馆 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结果还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然后就被咖啡馆老板打晕给绑了 没过一会儿后 男主慢慢的从床上醒来发现 咖啡馆老板就站在自己身边 老板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了男主 原来那些过敏症孩子的心脏 都是老板将有过敏症的大人杀害后 将大人的心脏拿出来捐给孩子们的 是因为几年前老板的儿子也得了这种病 但是到最后居然无药可救的死了 于是老板发誓以后不会再让孩子们受苦 所以串通隐医生将心脏捐献给那些可怜的孩子 男主得知后有些惊讶 就在老板动手想要杀死男主的时候 男主将手上的绳子割断和老板牛打在了一起 直到警察赶来才将男主救下 电影到最后 男主和女儿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偶然间还听到了女主留下的录音 可能上演了韩版人鬼情未了了吧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